礼拜三小周末咯 距离周末假期越来越近了 而且今天天气还蛮不错的 各地多雨道晴 甚至好像有点夏天的感觉 好热哦 因为板桥热到33.8度 看看今天各地没什么降雨 雨势都比较零星 但是明天天气稍微有一点变化了 因为在北部地区 东半部地区水气增加了 所以明天最容易下雨的地区 在基隆北海岸 而整个北部地区 东半部地区 也会容易有些局部的短暂降雨 而在中部还有南部的地区 也是容易会有午后降雨的出现 就是因为明天水气 稍微比较偏多一些些 但是大家比较注意的是什么 我们昨天提到的热带性低气压 已经在今天的凌晨2点 变成第21号的杜鹃台风了 但是这个台风 其实它将会往日本的方向来前进 距离我们是有一段距离的 而且是不会有直接的影响 只是间接会让我们台湾周边的 东北风开始增强 而东北风增强之后 就会让北部和东半部地区 有一点短暂降雨出现 还有云量偏多 而这个北转的角度 也是比较关键的 如果稍微比较靠我们近一点的话 在北部和东半部的雨势 就会变着比较多 所以中秋赏月 周末这两天 哪些地方最容易可以看到月亮呢 我们来看一下 在北部和东半部的地方 容易会有局部降雨 云量也比较多 所以如果要看月亮的话 可能要碰碰运气了 但是中南部天气晴 所以要赏月的话到中南部 绝对没问题 而在廉价的最后一天 各地天气恢复稳定了 只有在阴风面 有一点短暂降雨的机会 所以要赏月的话 建议大家中南部 绝对是第一首选的好地方了 我们来看一下 明天各地的天气状况 首先来看到北台湾 明天基隆北海岸水气最多 最容易下雨 有三成降雨机会 而中部地区天气蛮好的 大太阳32度 注意防晒 而南台湾在屏东蛮热的 34度 但是午后容易会有雷震雨 而东半部地区也是水气比较多 有三成降雨机会 外岛地区 明天最高温30度 相较于今天的稳定天气 明天稍微比较不稳定 北部东半部 出门带把伞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